请在今天下午一时 让我们一起掌声呼求神 耶稣说 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 你只管去全阳神国的道 路加福音九章六十节 亲爱的天父 每当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 都不其然觉得你的要求甚苛刻 难道跟随主就连家人和亲情都不理吗 难道我们不能先去埋葬自己的父亲吗 难道我们不能先向家人辞别吗 求主帮助我们 知道跟随主耶稣是要付极大的代价 既然如此 我们还愿意去全阳神国的道吗 奉主明求 阿们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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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阿们